痛痛共處的你 每一天都更強大 歐姆龍低周波治療器 HVF013 照顧每個疼痛的你 限時優惠 1580元 全台熱賣中 Sharp 晚安你好 歡迎收看民視國際新聞 我是劉方慈 首先帶來關心的焦點新聞 印度南部有一間南韓樂京的化工廠 在當地時間 今天凌晨三點半左右 發生了嚴重的毒氣外洩事件 目前已經知道 有十一個人吸入毒氣身亡 另外有三到五百人送醫 其中一百人情況嚴重 鄰近地區有超過一千五百人 緊急撤離 根據瞭解 這家化工廠是兩天前才復工的 疑似是因為武漢肺炎 封城了 無人看管 才導致毒氣外洩 目前已經獲得控制 詳細的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尼日共和國的首都尼亞美 在四號出現這樣子驚人的沙塵暴 漫天黃沙幾乎吞沒了整座城市 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個沙塵暴就像大型的城牆一樣 足足有好幾百公尺 把底下的建築物還有道路層層包圍 由於尼日是位在非洲中西部 就在撒哈拉沙漠的南方 每年一到四月常常就會出現沙塵暴 規模普遍偏大 那麼這些沙塵暴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懸浮微粒 農藥等重金屬污染物質 不但會污染環境 又發人體呼吸道疾病 也會散播細菌以及病毒 說到病毒就要帶來關心的是 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肺炎 好真的是感染不分貧窮貴賤跟職業 美國流行天后馬丹娜今天在IG上表示自己也中標了 那麼他推炮可能是在三月中旬的時候 前往法國巴黎巡迴表演的時候 感染到武漢肺炎 那麼當時所有的同台工作人員 也疑似發生了群聚感染事件 不過馬丹娜也表示現在自己很健康 而且還捐出了約折合台幣3300多萬元 來幫助研發疫苗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再度呼籲全球 要支持臺灣以觀察員的身份來參加 更是直接點名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 譚德塞應該邀請臺灣 表示秘書長有權這麼做 但是世衛同一天在瑞士日內瓦的記者會上 被問到臺灣與會的問題 譚德塞則是閃避回答 由法律顧問來代打 表示說臺灣能不能參加 他必須交給一百九十四個會員國 在會中討論來定奪 臺灣指示這個世衛是成為美中國的世衛 我們帶來看看這個美國 現在累計的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已經突破了一百二十二萬八千多人 死亡人數有達到七萬三千多人 那麼疫情封鎖造成巨大的經濟壓力 全美各地現在都是非常想要解封 已經有四三週正在解封或者是部分解封 我們稍後也要繼續帶您來關心這個相關的報導 不過還是要帶您來看看 現在中美國也極力的要求 中國或者是世界衛生組織 應該來替這個疫情蔓延全球來做出負責 極力的想要來恢復經濟 趕快解除封城 目前甚至有四十三週正在逐步的解封了 但是其中像是佛州邁阿密算准許餐廳可以開門營業了 不過還是規定有民眾在裡頭用餐的話 要保持社交距離 那麼疫情出現緩解的紐約州 州長郭默則是認為其實病例還是在攀升的地方 現在如果解除封城的話 恐怕是一個錯誤 疫情的影響全球知名的Uber 優步網路交通公司昨天也宣布 要在年底之前裁員三千七百人 也就是百分之十四的全職員工 而Uber的執行長柯霍斯洛夏希也表示 今年年底之前不會領自己的基本底薪 大約是美金一百萬元 折合新台幣三千零三十六萬元 不過根據財報在疫情爆發之前 Uber的表現就不太樂觀 二零一九全年損失高達八百五十億美元 其實早在今年三月份執行長就警告 疫情將會讓Uber建車損失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生意 倒是UberEats餐飲外送的部分是有所成長的 鏡頭轉到巴西 現在武漢肺炎疫情之慘重 是目前拉丁美洲之最 光是在過去二十四個小時之內 確診病例就增加了一萬起 總計確診數已經達到了十二萬六千多起死亡人數來到八千五百多人 那麼最新消息是就連巴西總統波索納若的發言人巴羅氏 他的檢驗結果也是呈現陽性的 雖然說是沒有症狀 不過如今他也在家裡頭隔離了 不過他也是總統身旁第二位確診的官員 至今波索納若不認為封鎖隔離有必要 依舊是不戴口罩還像這樣子到處造勢 要求各地的政府解除封鎖 本到今天上午為止 全國的確診病例超過一萬五千人 還有五百七十多人死亡 那麼當局在延長全國的緊急狀態同時 也允許疫情比較輕微的三十四個縣 可以視情況循序漸進的來鬆綁禁令 那麼有的縣市是大喊歡迎 終於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但是也有地區擔憂如果貿然鬆綁的話 會引發新一波的疫情 肺炎疫情席捲世界各地 那麼全球累計目前已經有超過三百八十萬人 不幸的感染 而且這個病毒還會不斷的變異 出現各種不尋常的症狀 像是最新還出現了腳趾頭紅腫 醫生表示這很有可能是血栓造成的 紐約西奈山醫院最近的研究則是發現 抗凝血劑似乎有助於緩解重症患疹的病情 降低死亡率 之後怎麼樣安全的復工也成為防疫關鍵 美國西北大學就端出了郵票大小的穿戴裝置 24小時可以偵測呼吸活動和體溫 方便專家偵測早期的呼吸道疾病 至於意大利最繁忙的羅馬費米奇諾機場 則是推出了智慧頭盔 讓機場人員可以遠在七公尺 就可以監測到旅客的體溫了 目前最夯的藥物研究 丹抹抗體治療 已經有美國的大學藥廠和國防高等研究計畫 來投入研究了 簡單來說就是從康復者的血漿當中 來找出最強的抗體 進行複製 製作成藥物 那麼其中一家藥廠叫做雷傑納容製藥 他們很有信心 希望最快在今年夏天結束之前 就可以推出丹抹豬抗體藥物 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病危的消息 雖然在他五月一號出席了一個公開活動之後 自己破除了 可是外界還是很好奇 他為什麼要從大眾眼前消失了二十天 也缺席了最重要的太陽節 根據南韓國會議員金秉基 引述了國情院最新在國會的非公開會議報告 指出其實金正恩呢 他沒有接受心臟手術 甚至相關的治療都沒有 他最近是因為專注於內部整備工作 還有受到肺炎疫情的影響 才會減少露面的次數 國外回來關心這個宅經濟大爆發 疫情肆虐全球 不過日本電玩大廠任天堂推出的動物森友會 全球大賣超過一千萬套 就連主機現在也是大缺貨 回到民視國際新聞現場帶來關心的是武漢肺炎疫情 替全球各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損失 還有我們鄰近的日本 現在是瞬間進入景氣寒冬 好不過各個業者都是想方設法的來求生存 餐飲業者在轉為主打外送的同時 也開始使用所謂的線上居酒屋系統 讓客人們即使沒有辦法到定消費 也可以透過網路視訊通話相互交流 來緩解悶在家帶給人的苦悶 大爆發受惠的還有誰呢 電玩業 由於學頭和年輕人待在家的時間多了 電玩是最好打發時間的方式 日本電玩大廠任天堂在這個期間賣出了 一千一百萬多套的動物森友會遊戲 連帶任天堂switch這個主機也是大缺貨 那麼任天堂去年的禁地是高達二四億美元的 這是比起去年同期還成長了不少 帶動另外一項我們帶你來看看 這是歐洲很多的國家封城資金已經一個多月了 一家大小整天帶在家 意外帶動是在家烘焙的風氣 也因此麵粉一下子變得搶手起來 意大利有一個魔方三月份的銷售量 爆充了百分之五百 好另外在英國有個魔方呢 在三天之內接到了通常得要三個月 才能夠接到的訂單量 那麼這股烘焙的風氣 不但讓麵粉變得像白金一樣的珍貴 也讓歐洲傳統老魔方因此重申 風氣變化本來是用來展示珍稀動物的動物園 也開始誕起教育和宣保教育的重大責任 國王回來帶您到日本來看看 應該不少觀眾朋友和我一樣去日本旅遊的時候 必去的景點之一就是五花八門的動物園 要給園內的動物更舒適的生存環境 那麼隨著時代風氣變化 本來是用來展示珍稀動物的動物園 也開始誕起教育還有宣導保育等重責大任 所以怎麼樣保照園內動物福利 還有國際接軌也成了日本動物園 必須面對的一大課題 以色列有一間動物園 最近有一隻可愛的小獅子誕生了 國際新聞最後帶您一塊來看看 我是劉芳慈 感謝您收看 更多的新聞內容 請您持續鎖定民視各節整點新聞